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反正我就假設一個比一個大 然後我就證明 因為我知道兩組都是basis 所以它有兩個條件 如果兩個條件用上來就發生很矛盾 那另外比另外大就反過來 方法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如果 就回到原來這個性質的結果 就如果有一個向量空間 有兩組basis 它那個裡面向量的數目一定要一樣 那個數目一樣 所以那個數目我們就特別取一個名字 因為那個數目是唯一的 所以就把它取一個名字叫做 所謂的dimension 好 我就把這個定義了 所以就變成定義了 因為我確立了每個vector space 它的basis 任何一組basis 它裡面向量的個數一定都一樣 因為有兩組的話一樣 因為有兩組的話一樣 所以不管你有多少組 那個數目都一樣 好 那個數目就叫做 這個向量空間的一個dimension 所以dimension這樣定義了 好 所以這個dimension的定義 就是那個basis 基底裡面向量的個數 我給你一個vector space 我給你一個sus space 我隨便找一組基底 找一組basis裡面向量的個數 叫做這個vector space 或這個sus space的dimension 比方說 好 比方說這個r square 這是個向量空間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每個向量有兩個component 這樣子的向量 每個component是十數 我前面定義過vector addition 跟scalar modification 然後我有秀過這個東西 十向量空間 對不對 那這個dimension是多少 這個dimension多少 這個的一組basis 不要隨便找一組basis 這個就是它的basis 叫做standard basis 前面講過嘛 那這有幾個向量 有兩個向量 所以dimension是2 這個所謂的二度空間 那個度就是這個東西了 就是dimension OK 那比方說 你把這個東西推廣到 R2的n R2的n R2的n這個vector space 每一個向量有n個component 每個component都十數 然後同樣定義 vector addition跟scalar modification 然後就滿足vector space的要求 所以這個dimension多少 一樣嘛 這個這邊是2 這個是2 對不對 這2的n 所以這就是n嘛 因為我就可以隨便找一組basis出來 它就有n個向量 OK 好 我們再看幾個例子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二兩個case都很簡單 我們看看這個矩陣的例子 好 好 這個矩陣 A是3x5的矩陣 三個rho五個column 那要問你什麼 我要問你這個 它的column space的dimension 就A的column space的dimension 那column space的dimension 我怎麼算 我要找column space的basis 然後再算算看 它裡面有幾個向量 那column space的basis怎麼找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上禮拜上課才講過 如果你忘記了 表示你回去沒有複習 好 這怎麼做 我把它變成 reduce row action form 把A變成R 變它的RE form 變成這樣子 變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那我怎麼辦 如果 如果 比方這種電機系的課 你聽了好久 你回家都不複習 你還聽得懂 你這課就不要來上了 表示你根本不要上課都會 這個通常電機系課 如果你中間不複習 後面一定聽不懂 這是一定的 OK 好 這個怎麼辦 大門怎麼辦 怎麼辦 你回家都不看啊 好 什麼叫做 Current Space Current Space Current Space是說 所有Current的線型組合 鋪成那個sarspace 叫Current Space 對不對 那我前面給你講過 這時候怎麼看 就是那個 有兩種Current 一個叫做PivaCurrent 一個叫做 FreeCurrent 這兩個是PivaCurrent 任何一個FreeCurrent 都會寫成PivaCurrent的 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全部Current的 linear combination 只是PivaCurrent的 linear combination 然後這兩個是獨立的 所以對R而言 它的Basic就是這兩個Current 就是這兩個Current 對R而言 它的Current Space Basic就是這兩個Current 因為這兩個獨立 這很明顯獨立 然後其他的Current 是這兩個Current 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Current就是這個 Basic就是這個 那A呢 對應到A 如果這兩個Current獨立 就是這個A一樣 這個FreeCurrent 是PivaCurrent的 linear combination OK 然後呢 這兩個也是獨立 為什麼會獨立 因為如果這兩個不獨立 這兩個就會不獨立 那這兩個很明顯獨立 所以這兩個就獨立 所以說 這A的Basic什麼 就是這兩個Current 都是PivaCurrent 所以呢 A的Current Space 就是這兩個Current 可以這樣找出來 R的Current Space 就是這兩個Current 所以 這個Basic 數目都是R 所以他們的Dimension 都是R 所以他們的Dimension OK 好 就是什麼 就是Piva的個數 有幾個PivaCurrent Dimension 就是多少 所以就Piva的個數 所以R這個Case 就是R 就是R OK 好 所以這兩個Current Dimension 是一樣的 都是這個R Piva的個數 然後 要跟你講的就是 我前面有跟你講 這兩個Space 是不一樣的 這兩個Space 是不一樣的 只是它的Dimension 是一樣 但它這兩個 是不同的東西 因為這個Current的 所有線組合 跟這兩個Current的線組合 一定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這個Current 第三個Component 都有1了 每個Current 加起來第三個Component 都是0 這一定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這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Case我要算一下 但是知道 你知道這是R 好 我們再看幾個例子 好 N這個 這個我們前面應該也看過 這個Vector Space 所有2x2的real matrices 所有2x2的矩陣 這樣子構成這個向量空間 所以每一個向量是一個矩陣 然後這個兩個Vector 第一選就兩個矩陣相加 Scalar Multiplication 就是這個矩陣 成一個Scalar 然後這個是向量空間 我們前面講過 那我問你這個 那這個向量空間 哪邊選是多少 哪邊選是多少 哪邊選多少 哪邊選多少 那我找一組Basis出來就好 要算一算數目就好了 好 我要找一組Basis 這Basis叫獨立 然後每個向量獨立 然後所有 下量可以選 這幾個的線組合 這Basis怎麼找 這個很簡單 这个是主basis 对不对 因为每一个向量 凸百凸的向量 可以写成这四个的线组合 这个是左上角 这个第一个系数 这个提出来 就乘上去就是这个 再来是这个是这个 没问题吧 这应该很简单 这是一组basis 所以它dimension多少 这四嘛 OK 好 这应该没问题 这应该蛮简单 好 这个case是2x2的 然后把这个东西推广 我把它变成nxn的 你suppose这个case 2x2灰了nxn就灰了 因为基本上都一样 好 Dimension of the nxn real matrix 所有这些 矩阵就构成的 vector space 这个dimension是多少 刚才凸百度是4 那nxn是多少 n平方 ok n平方嘛 很简单嘛 一样啦 好 这一样很简单 我们再看 那我现在把这些 像这些 vector呢 做一些限制 所以我现在不是所有的nxn real matrix 我是这个vector space的一个sus phase 我先确定这个是sus phase 所有什么东西 nxn的upper triangle matrix 所构成的这个集合 那我第一个我先确定这个是sus phase 这个是sus phase有没有问题 我sus phase我要确定它的linear 就是两个加起来还在里面 两个nxn的upper triangle matrix 加起来还是upper triangle 没问题对不对 因为upper triangle意思是 只有这个对导线以上 这边才不下面都是零啦 这边才可能不等于零 所以任何两个这种样子加起来 还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addition还满足closure 还是close的 那vector addition scalar multiplication 这个东西乘一个scalar 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sus phase 没问题 那这个sus phase 那我就问你它dimension之后 你觉得多少 ok好 所以这个怎么算 这个只有这边不等于零嘛 所以它可能只是这个v1 1 a1 2 对 a1 n 然后这个这边第一个不可能 对角线来 a 2 2叫a 2 n 对不对 那最后就有这个 那下面都是零 所以它只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样子的basic是什么 你还是一样 你把这个等于零的地方 always是零 不管它 可能不是零的地方 你的basic就每一个 每一个就像类似刚刚那样子 就是这个1 然后其他都零 然后这个地方是1 其他都是零 对不对 所以这有几个 有几个位置 我就有几个basic vector 对不对 所以有几个 第一行是n个嘛 第一个rho是n个 所以是n 第二个rho是n-1 对不对 那一直加到最下面剩下一个 你把它全部加起来 所以这数目加起来 是2分之n乘n加1 OK 所以dimension是2分之n乘n加1 好 OK 这有个问题 类似嘛 只是这个0的地方 我不是0 不管 好 所以都要这个 然后再来 然后把这个局正范围再换一换 好 那么现在这个sus space 是 我还是n-1的东西 但是这时候我要求的是 diagonal matrices 对角线矩正 所有对角线矩正所构成的 这个sus space的dimension what is the 0 n-1的对角线矩正 什么叫对角线矩正 对角线矩正 对角线矩正是这个样子 只有对角线才可能不是0 其他地方都是0 OK 所以只有这个对角线 对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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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a-1-1 a-2-2 anne 这样子 可能不是0 其他都是0 你这跟其他都类似 对角线矩阵就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sus space 应该也蛮简单的 任何两个对角线矩阵 加起来还是对角线矩阵 一个对角线矩阵 成一个scaler 还是对角线矩阵 所以它两个 vector addition跟scaler mark 可以都满足这个closure的要求 封闭性 所以它是sus space 好 然后这个dimension多少 dimension多少 我还是找一组basis出来就好嘛 那basis怎么样 就是因为0的地方 我都always要给它0 所以不为0的地方 只有这些地方 对角线可能不为0 所以第一个向量 这个basis就是 这个是1其他是0嘛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01 然后其他是0 一直下去 0100这个是1 所以有几个只有这个n个位置 所以有n个向量 所以这多少 这是n 这个dimension是n 好 你只要把一组basis 写出来就好了 OK 这个很问题 所以这个dimension只有n 这个sus space dimension只有n 好 那么再来 好 这个dimension的sus space of all n by n symmetric matrices 对称曲阵 好 这个dimension of the subspace 我第一个先确定它是sus phase 两个sumetric matrix对称矩阵加起来还是sumetric matrix 没问题吧 应该蛮简单的 然后一个sumetric matrix乘一个scalar还是sumetric 所以它这个是sus phase 没问题 那问题的dimension多少 刚才upper triangle 是n加到1 是2分之n乘加1 这个dimension是n 因为只有n个嘛 对不对 那这个呢 这个是多少 sumetric matrix是多少 sumetric matrix是多少 这个东西并没有比阿波传言更难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什么叫sumetric 就是这边两个要一样 比方说这是a1,2 这个a2,1,2,1 这两个要一样 所以呢我事实上 我把这upper triangle给你了 然后这边给你了 就是这个对方线给你 然后上面给你的 这个矩阵就决定了 所以这两个是它多少它有多少 所以我basic的时候要怎么给 比方说我刚才有一个 就是一个basic是这样子 0,1,0,0 其他是0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那basic要怎么办 这个basic就是这边也要1 这个是1 也要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个向量是这样子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那个basic的时候 这边是1 这个也是要1 这样确定它一样 所以它dimension跟什么 跟这个upper triangle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就跟刚刚一样 阿伯先生讲 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可以变的地方 只有这么多个 细数可以变 所以dimension 就有一点是自由度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这么多个 向量的线组合 所以我可以变的 就是它那个细数 所以几个细数可以变 所以它的dimension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一点 叫做degrees of freedom 的意思在里面 OK 好 有问题 好 那我们把这个题目 再变一变 比方说Lower triangle 是多少 Lower triangle 的dimension是多少 它跟Upper triangle 一样嘛 只把它反过来 所以Lower triangle 的dimension suspect dimension 也是这个嘛 有问题吧 OK 好 那我问你说 unsymmetry 我如果把这个否定呢 不是symmetry的矩阵 suspect dimension 多少 不是symmetry n 你说什么 有个同学说n平方减多少 减这个 ok 你就中计了 为什么中计了 我问你说n by n unsymmetry suspect dimension suspect dimension 第一个 unsymmetry 根本不是substance 所以根本没有dimension 对不对 为什么不是substance 是吗 两个不对称的矩阵 加起来 不见得不对称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比方说 这个不对称嘛 对不对 你加上这个 这个也不对称嘛 对不对 加起来以后 这个就对称啦 所以不对称的 不会满足封闭性 ok 所以它 根本不是substance 所以我刚问你 这个问题是 有陷阱的 知道我意思啊 你要确定 它是substance 然后才能谈dimension 这件事情 有问题吧 好 所以其他的类似啊 就是我问你 我搞了些问你说 这样子一个 某一个相关空间 的某一个部分集合 是不是substance ok 那你先决定 它是不是substance以后 我再问你说 它dimension是多少 ok 好 好 所以这一部分 我就教完了 就是独立 我们先介绍独立了 然后 独立跟那个span 的那个两个观念 放在一起 我就可以 谈这个basis 然后 任何一个vector space 或basis 任何一个vector space 或sus space 任何一组basis 任何一组basis 向上树目都一样 然后就可以谈它的dimension 好 ok 所以我下面就来看 一个矩阵 它事实上跟它有关的 有四个sus space 所以我就来看 这个sus space的dimension 就是我给你一个矩阵 A 是m by n的矩阵 我们现在考虑矩阵这个里面的component都是实数 那后面 那后面最后会推广到负数 那in general 这个不见得要实数或负数 任何一个fill都ok 那那个类似啦 我先砍这个实数 因为实数你比较习惯 好 它有四个basis 第一个basis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roll space 这个前面介绍过 好 叫roll space 什么是roll space 就是所有roll的linear combination 线组合的 所构成的那个部分集合 这是个sus space 很简单就证明出来 好 所以这个roll space的符号是 用这个 它的transpose的column space 来表示吧 这叫roll space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叫做column space 这一开始就有介绍 符号就是这个a的column space 我两个都是用column space的符号来表示 只是因为a的roll space 就是atransforce的column space 就这样写 免得多一个变数出来 好 再来第一个是 我们前面也讲过叫null space OK 什么叫null space 就是ax等于0的所有的x 就是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的所有解 那是构成一个sus space 叫做a的null space na 还有一个 这个三个我前面都介绍过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它的 land null space a这个矩阵的land null space 叫做 基本上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a的transpose的null space 前面三个都介绍过 那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 就是现在是新出来了 所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定义 这什么意思 a的transpose null space 你就把a用atranspose带进去 就是说 所有这些y 哪些y atranspose乘y等于0的那些y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这个是a的话 这个是a的null space 对不对 atranspose的null space 就把a变 用atranspose带进去 好 等于这样子 那我常常喜欢写的时候 我们就写了就是8 因为这等于0向量 我把两边都取transpose 就把它变成这样子 就从左边乘 它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从左边乘 这个原来是column vector 现在变成rho了 所以从左边乘 所以叫land null space 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左边乘 所以符号就是atranspose 的null space 就是a的land null space 就是从左边乘上去 等于0的那些 好 OK 这个是定义吧 这个叫land null space 那这几个呢 都是sus space 我前面讲过 这个都是sus space 比方说这个是 什么东西叫sus space a的road space的 a的road space 是什么东西叫sus space 就是我要确定 原来那个向量空间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那个向量空间的sus space 对不对 这个a是m by n 所以a的每一个road 有n个component 有n个component 对不对 因为有n个column 所以每一个向量 有n个component 所以原来一开始 那个向量空间呢 是r2的 r2的n 因为它有n个component 没问题吧 因为n个component 所以是r2的n的一个sus space 这个road space 是r2的n一个sus space 你就看它有几个component 就对了 这个你想想就好了 都不要记了 因为你记会记混掉 你想想就好了 那这个column space呢 这个每个column有几个component 每个column有 有多少个roll就有多少个component 所以每个column有n个component 然后呢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向量空间呢 是r2的n r2的n r2的n's power ok 好 好 那后面就类似 noth space呢 noth space是什么 noth space是所有这个东西 所有的x吧 对不对 所以你要乘的时候 这个要多少 这是m by n 所以a呢 a4个column vector 它有多少个 有n个component 因为这有n个column 所以它有n个component 这样才能乘 所以它有n个component 所以这是r2的 是r2的n的sus space 那同理最后一个 它从左边乘 对不对 它从左边乘 这个有n个roll 所以它从左边乘 这个要有n个component 所以是r2的n ok 好 这两个roll space跟noth space 是在同一个向量空间里面的sus space 然后这个con space跟land noth space 是在同一个向量空间里的sus space ok 那这四个sus space 所以我们先来看它的dimension 就是我们先来找它basis 然后看它dimension 那后面呢 还有很多性质在 然后面我讲到这个垂直啊 Ossagonality的问题 有内积的时候 这个都有关系的啊 讲到后面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只是一开始而已 你把这个搞清楚 你后面很多观念 这个都是一个 后面很多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搞清楚后面很多观念都会很清楚 后面还有什么pseudo-inverse啊什么 还有很多东西都跟这几个有关系 所以你先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 所以我们先来熟悉一下 这几个sus space 先看看它的dimension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